由水里香农会总干师赖玉佑 牵线所举办的水里慈善篮球营 在水里国小热闹展开 除了邀请水里国中以及国小的篮球队员们参加以外 更加的邀请家福中心水里地区的弱势孩童共同参加 透过他我邀请了一个运动行销公司 下来我们这边给我们偏向小朋友体验一些篮球活动 然后带动我们基层的篮球 那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在地的家福中心 一起来合办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运动行销公司下来有赠送一些篮球 还有衣服给这个参与的小孩子 那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在这边长大的 那也知道我们在这里可能对外界的一些篮球的知识 可能没有那么懂 那我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训练 然后来增加他们的一些对篮球的知识 水里香早期篮球运动非常盛行 也培育出许多优秀的选手 水里香体育会理事长也期望 透过这样的方式 共同来提升水里香的篮球实力 可以把整个活动带进来我们水里香 我相信这个机会是难能可贵的 那我想也看到今天每个小朋友 跟着这些的教练 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 很感谢很多的单位来关心我们水里香的篮球运动 觉得那个很好玩就很有趣 因为有那个职业的篮球选手过来教导我们如何运球那些基本动作 加福中心水里区主委 先议员陈淑伟感谢水里香荣会的用心 不但邀请职业选手前来教导孩子们打球 更邀请加福中心的孩子们同乐 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单位能够共同关心水里香的运动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加福的小朋友属于比较弱势 所以呢 鼠卫就建议赖总干事 让加福三四五位小朋友共同来参与这场的活动 那当然也有我们水里国中以及水里国小的篮球队 让他们在今天的这个夏令营 共同在这边学习一些篮球的基本概念 希望说在未来呢 还有更多的爱运动行销的公司 能够多多其半的类似这种活动 让我们偏向的小朋友 能够体验到说 很多元化的一个运动的单项项目 在教练的指导之下 不论是运球或者是带球上篮都难不倒孩子们 也希望为能够有更多的单位 共同来关心水里香的体育发展 记者邱平一水里采访报导